新捐血中心今天的正式开幕 这也是卫生科学局第一次在总部以外设立捐血中心 卫生部长许文元出席了开幕仪式 位于欧南原的卫生科学局血库 平均每天接受120到150人捐血 已经处于满腹和运转的状态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 前去捐血的民众增加到400人 为了缓和紧张的状况 当局在欧南设立了新的捐血中心 希望能够减少民众的等候时间 鼓励更多人捐血 预计新的捐血中心每天能收集50到100包的血浆 占每天采集总量的两成 政府将在所有选区推出康乐活动 并且跟卫生部密切合作 照顾年长者的临床和医疗服务 马西岭指总乐林日 日间的通管中心可说是双喜临门 那里的乐林人士提早获得了农历新年的红包 中心也得到了新加坡福人社基金会 12万年的捐款 我们必须能够让人们站在位置 然后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需要 让人们活在哪里 支援家人们也能够支援 这种程度 我们必须能够建立这种功能 李文奇也希望指索热林核过社专注于降低成本并增加热林中心的可容赖人数。